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的博士生却找不到工作 大家慢慢把焦点放在记职或是自己兴趣的同时 未来台湾人有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 先来看到现在博士生面临的窘况 翻开台大博士班每年正备取名单 录取人数越来越少 但更大的隐忧是报考学生大幅锐减 听到都跟我差不多原因啦 就是因为博班要念比较久 大家如果还没有非常确定自己真的 对这一块那么有兴趣的话 可能还是会想要先出去 产业界热门的光电所硕士班学生 没打算要念博士想直接工作 根据台大统计 博士班报名人数在98学年度是高点 有2361人 接着逐年递减到102学年度 只剩下1268人 少了将近五成 可能产业很好 大家希望说尽快到产业去 所以硕士班毕业就到产业去 博士的人力毕业以后出去 在外面其实教职的部分是比较难 难找到教职的 教授也直说 今年收的学生是往年的三分之二 不止台大 清大博士班报考人数 从2010年的761人 到今年下滑到391人 教大则是从2010年的998人 今年锐减到443人 几乎是对半侃 就学的年限太长 那同学念到毕业 我们平均一般要花 六年到六年半的时间 大环境经济不景气 不少学生想直接去职场卡位 念博士也不保证未来能谋取教职 加上台湾各大学比较偏爱杨博士 土生土长的博士不吃香 不少人去国外念 造成报考人数也跟着不景气 TVBS新闻陈佑祥 王一杰 台北报道 其实人类应有梦想而伟大 但是讲到梦想跟现实的差距 刚刚观众朋友您看到 这不是找不到工作的情形 还真的所在多有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很多人积极营营 为了找一份工作 牺牲了自己的理想 但是如果说 要在这中间做平衡 也真的很难 我要请教一下 梦想学校的创办人 王文华 王华哥 其实当初创办人 在看到台湾的学历现象 自己也是明星高中 明星大学出来的 看到这样的现象 从华尔街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 现在现象 的确是太过功利主义了 台湾的梦想好棒 过去人家都找我 谈爱情跟面包 今天来谈梦想跟面包 感觉耳目一新 而且这面包就放在这里 这是保春师傅的面包吗 太好了 可不可以吃一块 因为我想去买都买不到 真的吗 好 等一下一定让大家分享 对 不过台湾的梦想 我相信 追求梦想的确有一些方法 过去大家可能传统觉得说 只要有我学历 就有实现了梦想的入场卷 那也许这在过去 这时代是真的 我觉得在今天这时代 情况改变了 入场卷不等于发球权 我觉得高学历 的确给很多人 一个职场的入场卷 但是你进入这个场子 你可能发现 你坐的位置很烂 或者说你原来 根本看不到场上 在打什么东西 我觉得在职场中 比较重要的是 你得到一个发球权 所以当初您进入了 华尔街金铜的 这个称号的华尔街 是不是有感同宣秀的感觉 对 我当时的确拿到 一个入场卷 可是当我进入 不管是当年在美国 或者后来回台湾做事 我发现在很多地方 我还是做的坑坑巴巴的 那我想强调的一个观念 就是当你得到入场卷之后 接下来你要想办法 去得到那个发球权 那个发球权的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 就在于你的态度 第二就在于你的能力 那这两样事情 大家可以感觉到 它其实未必跟你的学历 成正比的 态度 通常是不成正比 有时候还是很反比 学历越高的人 搞不好态度越差 那能力的话 当然学校会给我们一些训练 一些专业的能力 给我们一些训练 可是我们在职场上一些 做事的能力啦 做人的能力 同样的这在学校中 未必会教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 态度跟能力 不要担心自己的 入场卷好不好 而是要去 进入社会之后 去学习这些东西 让自己将来 拥有这个发球权 其实呢 创办人给予大家肯定 还有加油的同时呢 在座有两位最好的见证 包含了林郑胜导演 跟宝春师傅 宝春师傅 其实讲到了学历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呢 旁边有时候 成绩不好的男生 都会很担心说 以后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对前途很茫然 当然呢 其实在这个学历的 光环背后 很多人觉得要追求卓越 因此有成就之后 再回来寻找 但是宝春师傅 你的例子 会不会在 求学的过程当中 的确也有一些 心理的障碍 是同侪给你的 同事给你的 应该是说 早期我爸妈 都是文盲嘛 那也不知道说 读书的重要 那早期的乡下 又跟都市的 成像差距很大 以前我们 也没有电话 没有什么 所以说也不知道 读书的重要 当时是这样子 甚至于说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 高中联考 对 那我觉得说 应该是 早期当时就看到 爸妈就是 因为就是 日出而作 然后日落而起 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跟着他们工作 对 但是工作的同时 会不会觉得说 一度让你觉得 心里上面 有点障碍 跟其他同学比较的话 或是其他 当然 当然 就是说 像比如说好 注音符号 在小学一年级开始教 那我就没有跟得上 那二年级我就等于是放弃了 然后到三年级要教那个 九九惩罚表 对 那我也一样含皮 就是也不念 那当然一定的也是 就是也放弃了这样子 对 到了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要教英文 一样的 我还是要放弃了这样子 那当时是 我是觉得说会放弃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知道它的重要 对 那也是因为后来 为什么我要再学习 其实那也是有一个 有一段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当我在做面包的时候 早期我在做面包 我师父是土把练钢的 一个方法在教我 就好比导演 他说算我的师父 他是用土把练钢的方法在教我 但我发现就是说 我每天的品质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的品质都不一样 是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而一直到有一天 做了十几年的面包 我到日本 学习到原来面包 是要用有科学的方法 数学的方法来做 才会做出好吃 稳定的面包 我终于理解 赌输的重要了 其实赌输的重要 在得到世界冠军之后 好像有更多的感触 我也要请教领导 其实领导过去 跟面包也很有缘 对不对 当初听说 你也想要当保春师傅 我们当初很不一样 我当初会学做面包 完全就是 我要在台北 找到一个荣生之处 因为我是偷 我是跟我爸爸 偷了五百块 离家出走 跑到台北来的 我如果没有一个工作 就在台北就待不下去 那就得回家 然后刚好 钱也花快光了 然后看到那个面包店 也贴了一张纸 陈真邪徒 吃苦耐劳 我都想我应该这个 很符合 我应该可以 就去应征 老板也不嫌弃我 像已经快像流浪小孩的样子 还让我进去了 因为我当学徒 有吃有穿 有住都有 你到那边去 一个月浅很少六百块 可是你就去 有保障 你就在台北有个地方 可以融成下来 我是这样进来面包的 所以到底做面包 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就进去 一做好辛苦 做面包怎么那么辛苦 做了一天下来想要逃跑 想一想我要跑到哪里去 算了继续做 就这样做下来 所以我的经验是这样 刚刚讲得非常好 刚保存讲了 我们的学习过程 完全学徒制就是说 你自己去感受 是 师傅叫你称了面粉 称了配方 你放进去搅拌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师傅说 还加水 他摸了一下说 还加水啊 你就再加一点水 你也 后来慢慢你也跟着摸 摸到有一天 师傅就问你 就会后来一天说 是好吗 你就说不知道 你对我摸一下摸鸡的吗 原来那个摸是要有感觉 但是如果摸它有感觉 就出塞啊 对不对 对 我们就是这样摸出来的 所以到底做面包的 基本原理在哪里 我没有人教我 师傅也不知道 不会有那个基础的 我们所谓 基本原理的那个东西 发酵的原理什么那个 没有人会教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学会了 像是会又像是不会 所以当我们遇到天气 巨大的变化的时候 又冷又热 那个发酵温度 我们没办法掌控 所以面包品质永远搞不好 他去日本学 我很感动他跟我讲 去日本学习 然后从人家那边知道 原来你在怎么控制温度 怎么样去用温度计 很多工具我们都用 我们都不会用 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领导 你很多东西 是用心去感受的 但是你在感受的同时 有时候别人的眼光 你也不能不在乎 对不对 有时候在过去 你这个一路的历程当中 是不是学历也给你一个很大的困扰 学历对我是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我爸 日本实在读到高中毕业 所以家里输很多 然后我家又住在山里面 唯一一夫人家 我放学要去找同学玩 最少要走四公里半 所以你回去就关起来 无聊就去换爸爸的书看 不是我爱看书 实在是太无聊了 一夫人家 我哥哥姐姐都出去工作了 没有亲爱 我一个小孩子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乱翻乱看 乱翻乱看 我爸的书都是一些 那个时代所谓大文好 我们那时候以前都很大文好 海明威 歌德什么这些 他们的书 我看了一堆书 所以我作文写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梦想着 在小学五六年级开始 我一直想我长大要当文学家 可能跟创办人一样 成为文学家 千万不要当文学家 这个就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爱讲爸 爱讲爸 我爸爸怎么跟我讲 他知道我要走这他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 那个海明威是朱砂死亡的 你怎么知道川川康城是朱砂死亡的 他可能恐吓你啦 希望可以赚钱 换虎要把他耳朵割掉 爱啊 不要他的孩子走这条路 他很辛苦 他认为做艺术家就是 你会一辈子活得很辛苦 就算你很了不起有成就 那是后面的人给你的 你活着的时候会很辛苦 他不要他儿子这样 所以极力反对 但是做什么都要牺牲要付出啊 对啊 我听那个保存师傅 还有领导讲的 我蛮有感觉的 好 我想我想呼应两点 第一点就是 刚才谈到这个心理障碍 那通常我们大家讲说 好像学历比较不好的 对 心理障碍 或者心理障碍 可是我想特别强调 我想把这个观念反转过来 我觉得其实很多学历好的人 在职场上 他也有一种他自己看不到的心理障碍 对就是像现在台湾很多博士生 找不到工作的窘金 他好像有点自卑 觉得为什么我的薪水 比国中生还低呢 是是是 那他第一方面有种自卑 那这种自卑 当然是一种心理战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特别是电视前面 学历比较好的观众 可以思考的就是说 他也许不是自卑而自傲 对 他觉得学历很好 对反而找不到东西了 或是说他进入一个公司之后 他觉得我学历怎么好 你怎么可以叫我去买面包 你怎么可以叫我倒咖啡 你怎么可以叫我去饮饮呢 好 那这个心理战 我觉得比较少被拿出来讨论 但其实是职场的一个杀手 就今天如果你很幸运的 是在这世卫上 处于既得利益者 有了比较好的学弟 可是你进入职场之后 你有这样心理障碍的话 我觉得它会更快的 让你在职场中败退下来 其实每个人感受性不同 有些大老板也提拢了 在毕业季很多中肯的建议 当然虽然媒体的解度角度不一样 比较功利一点 但事实上老板说什么 都是希望大家 比如说阿基律说好了 一个月赚三万块 不管你是什么毕业的 你存五千块 心理比较踏实一点 就像之前师傅教学徒的这种感觉 另外呢 在这个王平的董上戴胜仪 他说呢 虽然有一点饱受批评 但是他认为说 不管怎么样 其实重要的是要找到人生的方向 而不是说你存了这笔钱 如果以后存了有钱 还是找不到人生方向 那也枉然 另外一方面呢 台阶宁董上张周末 也认为说 大家要投资的是所谓的人脉 而不是因为的说 存多少钱 或是做什么事才有用 所以我想要反问保春师傅的是 有人说这个人脉 其实就是在一言毕业里面发现的 当然过去大家可能对于你 要念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揣测 也有人说 可能是保春师傅做生意 想认识更多的人 你本身是看怎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好 其实我们就衍生到当时 我刚刚才所讲的 为什么我要在读书 其实为什么 因为就好像说 我本来不喜欢读书 我不知道读书的重要 那后来我做面包 因为我在做面包里面 就好像导演所讲的 我们到台北来 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成功的梦想 因为在我国中二年级 就有很强烈要成功的梦想 但是我必须要 我想要改善家里的环境 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 然后当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师傅说 保春师傅穿100年的砂糖 但是我不知道100年级 100年级是多少 是多少 我不知道是 因为我不知道已经是16两 所以我不知道100两张 我说我一格一格了算 那时候我才体会到说 当时为什么没有好好读书 然后又碰到说 做面包 为什么都找不到答案 都被困住 然后其实那种困住是很困惑的 就是永远不知道答案 永远 面包为什么每天都不一样 然后消费者来会跟你说 你们又换师傅了吗 要吃的那不不一样 对 那也不一样 所以让我很困惑 而且十几年 一直到我到了日本 日本老师教我 面包必须控制温度 如何的控制 还有就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 做成的面包 还有酵母菌它的来源是什么 那酵母菌它是什么东西 这些都透过知识 让我知道面包它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会学习更多书本项的东西 这是一个动力 对 这是一个动力 然后现在为什么我要去 再去读书 是因为我从一个面包师傅 我只会做面包 我不懂了什么叫经营 那我现在学习 我不希望自己又跟以前一样 土法练钢再经营 但保存师傅 其实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一点 就是说如果要经营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 很多都是没有念书的 他是请专业人士帮他管理 为什么你会有自己 想要亲身管理的念头 不是我亲身管理 其实我的想法 我的概念是说 好 比如说 我亲身在上的财务管理 财务报表 如果说我当一个经营者 我连财务报表 如果说我的那个 比如说我信任的人 然后当然不是说不信任他 就是说他拿出来东西 他跟我讨论 比如说公司未来的发展 他跟我讲他的想法 你觉得你要去理解他 是你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对 而且这对人才也是一个负责任 如果说我都不懂 他讲的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是不是他很难去推动 他的想法 是他的做法 或甚至说他未来 他想要怎么做 我听不懂 或是说我没有办法理解 他就很难去推动 那我是觉得说 我要找人才进来 那我必须要懂 我必须要会 而且我公司 我不是把它当作 一家面包店在经营 我是把它当作一个企业 既然是一个企业 那如果说我这些知识都不懂 不知道我怎么样去经营 就不知道怎么去找人才 所以说好 比如说好 今天我要找一个财务长 今天我连财务都不懂 我如何去面试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好 还是不好的 你都听他讲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信任很重要 但是自己的专业知识 可以让自己更加加分 对 因为就好像说 财务长他有很多种的能力 那我们必须透过聊天 透过沟通才知道说 他真正的能力在哪里 还有就是说 未来公司是要走到上市上櫃 还是要走到国际化 这些也要让那个知道 那包括我心里面的那一把尺 我如果去抓 我必须透过知识 我才能够去那那一把尺 所以保全秀这去新加坡 相信你对自己会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如果要认识人脉 或许这个是加分 但是不是最终的目标 对不对 其实在人脉这个部分 我觉得说我的目的是在学习 其实我在一开始 我的目的就是学习 不管是在台湾学习 或在新加坡学习 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人脉这个部分 是缘分 对我也不会刻意 因为我觉得说 只要自己 把自己的能力实力 然后就是 准备好 准备好 对那随时都有机会 随时都有人脉 我是觉得说 投资自己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管去哪个区域 我也想问创办人 当初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 所谓的人脉 以这个台湾人打拼 一箱有子 会不会特别的困难 对 我相信当初我在美国 或现在宝春要去新加坡 都会比较困难 对 我想先帮宝春讲一句话 我觉得他这次去新加坡 我蛮感动的 大家可能诠释说 宝春现在事业进行到某个程度 他有好多的压力 对 他才去学习 其实不是的 我有信跟宝春聊过 他其实 他当年去日本学完面包 再回到高雄 他那时候就开始在学行销了 那个已经是 十年前的事了 对 就十年前他就知道 在自己的专业 就做面包这件事情以外 他必须要因应这个复杂的社会 去发展另外商业的专场 我觉得他今天去新加坡 就是把当年的心愿 更扩大地去实现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蛮令我们所有的观众 都可以学习 那谈到人脉 我自己当年在美国做事 的确是很难融入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 当我们要去培养人脉的时候 不是说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 我今天会写书 我就把一点书送给宝春 那因为宝春会比喜欢看书 而是从对方的角度来出发 所以当初我们在美国 我们要去跟白人打交道 我们要去了解白人 喜欢的是什么 他们喜欢打橄榄球 我们那个橄榄球 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玩的 一大堆人在那边冲来冲去 五秒钟就停一次 可是那是他们的热情 所以我们就必须花时间 去了解那个活动 从他们的角度来出发 我相信宝春这次去新加坡 也会看到整个亚洲 企业家的风貌 那我们其他的观众也是一样 也许在培养人脉的时候 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 别人要什么 而不是我们能给别人什么 也许会更顺利的培养人脉 讲人脉最后感触 我想应该是领导 因为领导 我们必须要面临一个很现实 就是拍电影我要资金 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 第一笔金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弄到手的 跟人家喝酒吗 还是拌暖 这一部分 我其实很有感觉 跟宝春也聊过 因为我要拍他故事聊了很多 我觉得宝春有一个东西 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一个乡下孩子 进入台北市 当学徒 做面包 慢慢去意识到 自己所不足 不爱读书这件事出问题了 因为让我的学习会有障碍 所以他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专兵 就开始开启了他学习 我觉得很棒 就是他一路过来 我感受到是学习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 会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他那时候刚刚文华说的就是 他已经有去什么 中国生产力中心什么 已经在学 在进修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特别要说的说人脉这件事 其实宝春到新加坡去读书这件事 他人脉的东西的展开也是一种学习 我们在学习怎么样跟别人应对 在不同的层面上面 你面对不同的企业家 面对不一样 你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 看他的感受 你才有跟他交朋友 那个完全是这样 我们找资金也是一样 你说我有什么人脉吗 我第一部片子我没有人脉 我唯一只有一个人脉 因为我去电影图书馆工作 我工作得很认真 许立功很赏识我 是 所以我有第一个剧本之外 他就说他投资 所以要努力去证明这一切 是你自己要做好事情 你要让人家看到你 而不是说我去喝酒拔暖 我觉得人脉的扩展应该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要 第一个你要让别人看到你努力 你的诚恳 你的状态 你的能力在哪里 而且你又会从别人的角度 去看别人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怎样来合作 我觉得那才是人脉的扩展 看到三位成功的梦想家坐在这边 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当初他们是如何达成 今天的地位跟目标 事实上中间也有很多的挫折 我们稍后了解 很多观众朋友 您或许在人生的转角上面 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所突破 当然面对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如何是正确的选择 的确很难定夺 所以我要问一下创办人 其实当初您身为畅销作家的时候 我们的少女为之风靡 在我们的高中的年代 每个人都要买一本蛋白质女孩 然后讨论里面的内容 而且每个字句都是有押韵的 未为一种写作的风潮 但是回首过去到现在 其实很多不同的身份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心态慢慢转变 或说面对人生不一样挑战的时候 你觉得哪些是挫折 哪一些成为你现在的动力 我觉得所有的挫折 都是现在的动力 我觉得人生不能只有一出戏 如果我现在这个年纪还在写 还在当作家 蛋白质女孩 那我真的应该去撞墙 我觉得我保存领导 我们三个有一点 我发现很奇妙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不断在重写 自己人生的篇章 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院的学生 然后后来我去念企业管理 后来我去美国做金融 后来我回到台湾 在大企业做事 后来我出来创业 每隔两三年 我希望重现我的人生 那当然在重写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失败 很多我过去做的事情 也做了一塌糊涂 但是我觉得从那个过程之中 我学到了下一次成功的基础 那宝春也是一样 你看宝春他 本来在台湾做一个面包学徒 可是后来 他看到日本面包的兴起 他把日本学面包 然后呢 他开始做法国面包 然后他开始去发展什么 酒酿桂圆面包 荔枝玫瑰面包 这我们听到没听过 他不但在重演他的篇章 那林导也是一样 你看他这个 他拍了这么多电影 很多不同的类型 爱你爱我是 讲面包的爱情片 然后天马茶房 是讲二二八的纪录片 然后一闪一闪亮晶晶 也讲亚斯伯格症的 我觉得这一点 也许是我们三个人 共同的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 就是说 人生那么短 只演一出戏 有点无聊 要把我有一些人的生命 不断地去试 试的过程中 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叠得鼻青也很重 但是要突破还是有牺牲 我这边要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的是 过去你看到这样的红豆面包 其实也引出了 这个初恋的小故事 这个甜甜的红豆内馅 其实跟宝春师傅 年轻时青涩岁月 喜欢的女生有关系 这次其实领导 特别在电影当中 都演绎了这样的桥段 对不对 因为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个画面 虽然有很美丽的故事来称 但是就是宝春师傅 面包还有工作在选择上面 面包跟爱情 他最后真的选择了实际的面包 对 宝春师傅 对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 当初为什么 愿意牺牲一下自己的情感 然后投身在 这个比较认为无聊 或是每天都一成不变的工作上 应该是说早期那时候17岁 然后自己很清楚 到台北的目的是什么 对 就是要追求人生的梦想 就是要让妈妈过好日子 可是女孩不是也是一种梦想吗 其实那时候 不但那时候就是因为 对方她是来 在美法 对 然后她都是 就是晚上9点10点才下班 然后我每天凌晨3点半要起床 那你那个时候9点10点有去等她吗 就是会去等她 然后去公园聊天 然后聊完大概11、12点 然后送她回去 那我再回去睡觉 那你都没睡呢 就睡3个小时 那我就受不了 哇 这样不行 对 对 那但是我那时候就是 自己很清楚就是说 就是要让妈妈 过好日子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 赚的钱几乎都寄回去给她吧 对 我就赚6千我就计4千 赚8千我就计6千 赚1万我就计8千这样子 可是当初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觉得很后悔的感觉 或是觉得可惜 因为有时候在亲情跟爱情 还有面包的拉扯当中 其实这个三角关系很复杂 其实我是觉得说在人生里面 或许我们会想到说有遗憾 有可惜 其实我觉得说 只要人生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就没有遗憾了 不管是对的或是错的 我们完全是负责任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才有价值跟意义 人生不可能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 所以现在你想起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维持了多久啊 大概一个月吧 一个月 对但是还是很有记忆对不对 对很有记忆啊 就更柔软的感觉了 对不对 就是心目中梦幻的女生 对啊 对 其实领导这次揣摩她的心境 我想领导应该已经研究她很久了 对 尤其是妈妈跟这种喜欢女性的角色 女性角色在我们说啦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 不管她是谁 所以导演你好像在演绎这方面的时候 有特别投射一些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的爱情的部分 对那个 小时候童年的是我自己的一段经验 所以你把自己的故事写进去 对对对对 我的童年一段经验 一个都市的女孩 因为爸爸到我们那边工作 就跟着来读书的 我把这一段写成 她的 放进她的童年一个这样的 微妙的接触 然后有一种微妙的情愫在 当然那个红豆面包就不是我的经验 我不是引进来 有一个红豆面包的梗 然后一路扑过去 扑到电影最后的 那个很微妙的一个感情在那边 那当然很重要的 我不断跟宝春说 我说宝春你 无论如何都要忍耐这一件事情 因为虽然你书里面也没怎么写 那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去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毕竟那个荔枝玫瑰是为爱情而做的 其实荔枝玫瑰 其实导演你讲的荔枝玫瑰是宝春师傅的这个三角形的面包 为什么选择三角形啊宝春师傅 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比赛就是 就是说一个法国巴黎铁塔 然后我们必须要摆 但是我们就是要每一个造型就是怎么样把它摆得很完整 就一幅画 因为铁塔也是算是比较三角的 对 然后就是整个面包下面包 然后因为很多种面包 然后把它摆成一个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圆形的 我看这个是桂圆 桂圆面包 对 代表着其实跟妈妈比较有关系对不对 对 也是对于妈妈的一种投射 其实导演我觉得你对妈妈的感情 有时候在过去很多电影跟现在这部电影都有讲到 或许是不是跟你的人生转折 后来本来从面包师傅转到电影这一块有关系 因为我第一次碰到宝春我们讲妈妈了 他一讲妈妈我就马上就接了 很特别 他是妈妈活着 一度陪伴她成长照顾她 那样累积出来的身教 还有那种感觉 我是我妈妈三岁就过世 我三岁有妈妈就过世 可是我妈妈在我心里面变成一个非常 支持我非常强的力量 因为我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爸爸大概跟我讲过三四次 说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天 她大概知道才有三岁 我三岁的时候 她大概知道她已经时间到了 所以她希望我那个晚上跟她睡觉 然后我爸爸就把我拉过去 把我放在那个床上跟我妈妈睡觉 可是妈妈生病那个身体冷冷 小孩子就觉得一直怕冷 就很冰我就要跑掉 后来就没有 我还是没有跟妈妈睡 那天晚上我妈妈就走 因为三岁不太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对 然后讲了两次三次以后 那个东西就在我心里面 有一种很深的印象 很那种感情的基础就在了 你会觉得你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 她不在了 随着时间岁月 小孩子很自腻的 因为你很多的委屈都会往妈妈那边 我那时候第一次读到在天之灵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 我从此以后只要有委屈我就看天 我叫妈妈在天上 因为妈妈在天上看着大家 她变成一个我很强支持我的力量 我在生命招讽一些什么挫败 什么都是这样 我爸爸也很会打小孩 因为受日本教育 然后我爸爸打我 我就很像说 告诉妈妈 跟妈妈告状 有一次我直接跟我爸爸 五六年就直接跟我爸爸就讲说 我就是没妈妈 你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没人替我讲话 但是爸爸也很相信 他很相信 他就转过头去 我没有看到 我觉得他哭了 但我没看到 因为他转过头去 我都会很清楚感受到 哪样的一个爸爸转过头去的声音 因为我这样讲 这个就是一路就是这样子 那个一直到我 到后来甚至我离婚 我什么 我住到竹子府很长的时间 我在那边都是妈妈 我都觉得妈妈在陪伴我这样 然后一直让我走出来这样 所以我拍这部电影 我最怕拍的一场戏 就是 老敦妈妈过世那一场戏 我一直很害怕拍那一场戏 我觉得我会受不了这样 然后那一天拍了 我就跟国艺大概讲一下 也没讲太多 然后彩华也很帮忙 他真的用妈妈的一种态度 去代国艺 所以演得非常好 我拍完之后我就过去拥抱国艺 我说谢谢你帮我释放了很多感情 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也许当年做不到了 在电影当中 你表达了某一种情感的释放这样 其实家庭呢 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或者说工作 都有一股很强大的支撑力量 稍微不要来讨论说 家庭能够给成功人士 或者是现在 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背景 稍微回来 现在有很多新闻常常说呢 这个家里呢 出现了啃老族 也就是呢 现在找不到工作年轻人 待在家里吃爸爸妈妈的老本 但事实上有时候 这是一种过程 而且呢是爸妈妈对于小朋友选择的 一种支持跟肯定 我们来看那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一个呢就是李安大导演 另外一个呢是 密雪欧巴马非常喜欢的台译设计师 吴继刚 其实当初呢 这两位包含了吴继刚的妈妈说 孩子的梦想呢 其实他就是要提供空间 让他去发挥 而李安的妈妈说 外国片好看吗 希望李安将来把我们的片子弄好看 国际上的人都能知道 创办人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呢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好像妈妈或家庭力量 是一个很大的支柱 对 我觉得当老妈跟当老板 跟当老公 其实道理都一样的 这道理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你试图给对方一些 基本的很好的价值 比如说刚才 你看李安导演的例子 他的家庭是一个 中产阶级的家庭 父母都是公务人员这样 那我相信李导演在年轻时候 得到很多好的价值 然后呢给他很多很多的空间 然后在他挫败的时候扶他一把 我觉得就只是三个事情 给他一个基本的好的价值 给他很多很多的空间 在他失败的时候扶他一把 吴季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吴季刚小时候 一个男孩子就开始喜欢缝洋娃娃 缝到半夜三更都不睡觉 那一般的爸妈可能会觉得 岂有吃力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他妈妈给他很多的空间 然后他缝着缝着缝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那大家仔细想想看 其实当老妈这样 当老板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也是 当老公老婆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也是的 装扮人你本身其实自己 也算是高学历的族群啦 那以你家庭背景来说 你会不会觉得说 家庭有给你一些帮助 或者说有时候反而是给你一些挫折 家庭给我好大的帮助 我有一个穷爸爸 我有一个富爸爸 我爸爸是军人 所以我爸爸穷在薪水 但是我觉得我爸爸负在观念 心灵层面很富有 他知道他可以留给他孩子 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好的教育 所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 他可以想象 军工教人员没有很多积蓄 都投资在我跟我哥的教育上面 那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只要我们愿意念 我们永远不用去担心学费 而且你跟你哥哥都是非常杰出的人士 我会说我跟我哥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士 就是我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走这条路 那我刚才为什么会那样感觉到 当老板跟当老爸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我可能我爸爸身上看到 就是他给我了一个好的教育 这个是基本的价值 之后呢 他给我很大的空间 我当年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三四个班 只有两个是文组班 我刚好在那两个文组班 那我要去念文组班 爸爸也没有反对 也不会说男生去念文组 他不会这样子 后来我上大学果然念了文 可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也想去念商 他也不会说 你怎么又去念商呢 他也祝福我 后来我到美国工作好好 可是我回台湾 他也祝福我 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 之后有很多变化 包括我离开了大企业 我开始创业 我妈妈也都祝福我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空间 然后就像领导 你刚才讲的 如果孩子在探索的过程中 有什么挫败的话 扶他一把 不要说风凉话 保军媳妇的妈妈 是不是也给了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你创作这个面包 大家都说这是浓浓 对妈妈的爱 对 其实在那时候 一样的 就是在台北当学徒 很辛苦 其实都把自己比喻成 好像是一艘小遇传 不管受了多少委屈 但是回到了屏東老家 就看到妈妈 虽然这个家破破烂烂的 但是却给我很大的温暖 对 所以妈妈其实扮演了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领导在揣摩上 也有很多的桥段 会特别的去设计 但其实你在你本身的过程当中 好像爸爸跟妈妈 有时候有很细菌的故事 就发生在你身上 对不对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 因为说日本这样 他觉得小孩子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以后才会有成就 才会成才 他的观念是这样 所以我爸爸都用打 那你会很难感受到他的爱 因为我打到后来 我会觉得说 我怀疑我是不是你的孩子 是你生的吗 为什么有你的孩子 为什么会 我是你孩子 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 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礼拜最少会有 三天到四天要被打 拿什么东西打那个时候 很挑 最严重的时候 会被吊起来打 然后脚离开地面 一点点可以踩到很痛苦的 那一种处罚方式很痛苦 可是我爸爸很特别 他虽然对我那么严格 可是在某些时候 他那个温暖会出来的时候会 就会让我觉得说 对 我是他的孩子 有一次我离家出走 我大概四岁的时候 离家出走也能跑 不是四岁 四年级的时候 离家出走能跑到那里 就跑到对面 我们田里面那个龙舍去 然后到了晚上也没人来找我 我就很难过 很像我不重要 我爸爸也不会来找我 反正他就是这样 我就在那边睡着了 有点赌气 有点害怕 有点就睡着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 我爸爸抱在怀里 在过溪 那个踩溪水的声音 他怎么找到你了 好厉害 然后我不敢 我不敢醒过来 他抱着我走上 回我们家的雪坡 那个竹叶 在风吹竹叶的声音 我就这样讲 然后放我下去睡觉 没有打我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以为我会被打一顿 没有 那个就是让我感受到 爸爸他是爱 我觉得很重要 在严厉的爸爸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一定会完蛋 如果我爸爸 没有这一份温柔的 我一定会完蛋 所以当初你怎么揣摩 保春师傅的妈妈 或者说他家庭的教育 因为其实我相信 他可能是以爱的教育 但是你以这个严厉的背景下 好像在这情感的描写上 会比较不同 对 我其实我国中 我都写过一篇作文 所有人都会写叫 我的母亲 我是用我祖母跟我姐姐 跟我三姐作为一个那个 我的那个我们叫做想象的对象 我就写写 我就把妈妈写成还活着 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写 然后我最后一段写说 可是这么好的妈妈 在我三岁那年过世 我也不知道 我就用一个方式 写了一个我妈妈转 老师非常喜欢 就拿去一年几格 他把它拿到三年几去贴 然后就告诉人家 这个作文可以怎样写 你说我在揣摩保春师傅 其实那个东西对我帮助很大 我很会编织想象我的妈妈 也不止这一次 我之前拍的电影 非常多的角色 我处理女性角色 其实比处理男性的角色 男性来得好 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导演这个部分 第一次把它投资了 所以说 他当时会找彩华姐来演我吗 那时候真的是 我觉得 你有吓到吗 因为过去彩华姐都是 哈哈拍喜剧片的 对对对 但是我那时候就很相信 导演他的功力 还有就是说 彩华姐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所看到的一个 就是他投射出来的 就是说 他让 他真的是像我妈妈一样 就是我妈妈他给我的爱 他不用讲 他不用说 保存我有爱你不是 他是用他的表现 让我感受 他是爱我的 我是被他呵护的 彩华姐把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非常棒 彩华有一个很 我会找他 是我在写剧本写写 我就闪到 想到一个 有一次我在电视看到他接受访问 在讲小时候很辛苦 赚钱养家 要爸爸帮爸爸还一点债 他还赚钱让他哥哥读书 我就觉得就是他 就是那样的彩华来演 他只要抓住他的生命感觉 这个角色就成立 我根本不用去 要他特别演演什么 那我很相信他会做得到 不然很好 很多人看到电影就说 这其实是自己的人生 在人生上如何选择 还有给予新鲜人 现在毕业季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收到的面包 然后既付吴宝春呢 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就是呢 得奖的时刻 其实听说他酝酿得奖的时刻 从小时候就一直幻想到大路 对 听说在电影里面也有这样的传播 有 有 对 所以小时候是对于司令台有特别 就是看着他幻想有一天 会接受全校的表扬吗 不是 其实那时候 因为自己考试都是最后一名嘛 那其实那时候都很想就是说 很想让妈妈看到说自己 有特殊杰出的表现 对 对 那所以看到司令台有很多的感触是因为 也很自卑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站上司令台得奖这样子 所以当每一次毕业典礼的时候 都不是有县长奖 校长奖 对 然后大家同学都很好奇去看 我都不去看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 特意避开 对 我不可能去得到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以前对司令台就是 有那种感触 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有个梦想 就那个梦呢 也不敢讲 因为可能也是觉得说 你觉得没有实现 所以你先不要讲出来对不对 还有就是那时候也 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 然后也在一个很自卑的一个 自我的状态之下不敢去讲 因为我也曾经在 过程的时候就是 有一次画画 然后画画就是 然后得到佳作 是不是可以上台领奖这样子 你心里一直很期待 对 但是后来就同学说 就拿来就说 这一定不是你帮的 这一定帮人帮你帮的对不对 你觉得伤害了你的自尊心 对 所以到后来 在法国领奖的站上舞台的那一刻 你会不会有一种很特别 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感觉 那个是什么 那一种感觉就是说 想跟妈妈说我做到这样 其实在那当下 那一刻是 很想冲出去 然后跪在草皮上 然后往仰天呐喊妈妈这样 他是最想做的 所以你证明了 你做到了这一点 我相信他一定也有看到 对 其实领导也很好奇的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胖 过去讲台语的胖 大家都觉得对他有很多的情感 就吃了也会胖胖的 但是这次好像造了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字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不是我这一次电影造的 就是在宝春开店 孝心养就帮他造 叫吴宝春胖点 胖 那我们卖荒 它是荒是要为那个音嘛 我们的国字 那个荒这个胖 胖胖 卖嘛 就像面 他用面子的面也是为那个音嘛 所以孝心养就造了一个这样的字 我们要用片名的 就把它拿过来用这样 也跟孝心养讲 他就很开心这样 就变成它是一个心造的字 这胖是葡萄牙语 西班牙人也很像这样 华国德国都这样 音有点不大一样 可是就是胖这个音 欧洲 日本人把它外来语 日本很多东西都 很多这种从欧洲学习的东西 他都会把它变成外来语 他最后把它带来台湾 那在台湾留下来 大家讲久了以为是米兰语 现在不是 但是其实他真的在世界发光了 而是从台湾发扬光大的 所以最后呢 其实三位创办人 都达到了梦想舞台的同时 我也希望给观众朋友 一些实质的建议 创办人你觉得 你现在目前的 大家在所在的位置 应该要做什么 可以最容易达到他们理想 我就用仿纯这个面包来 做历史 我寄予他好久了 大家知道做面包 其实就是成分的比例要完美 面粉 水 酵母 奶油 对于我们在职场的人来讲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什么成分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讲态度跟能力 未必在学校中能学到 那没关系 我们进入社会 好好的去学 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揉那个面团 保春当初 学法国面包揉那个面团 揉十几个小时 那我们在职场上也是一样 你要愿意花这个精神 花这个功夫去揉它 那最后我觉得 做面包大家知道要发酵 要时间 在这段发酵的时间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要等对不对 你要等 等会很重要 要耐心 当事情不如你所愿的时候 不要太早放弃 不要就把烤箱打开 好 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 所以这部电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心路历程 导演什么时候上映 7月19号 好 7月19号 希望大家去戏院支持 也借由这个电影的桥段 搅到自己的梦想 跟心灵契合的那一刻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达到自己的目标 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希望电影能够大卖 希望台湾之光面包 继续地突破传统 继续创新 谢谢 谢谢 顶着34度高温 马路边排队 车子上堆的资源回收物 足以沉重 200点可以兑换价值200多块的 免费垃圾袋 三重这个回收站 就有一千多个民众 落实配合回收 击杀成塔 多少弥薄荷包 八熟在阿波也推着整袋玻璃来 按重量换算点数 辛苦有诱因 一下子轮胎也堆成小山 他们这个是一公斤 比如说一块钱 他可以给我们七码钱 500多公斤轮胎有300多块钱的回贵金 礼和礼民双赢 一个月收入三万多块 没有公园的磁绘礼 得以运用拿来美化环境 回收在地上 回收在地上 改变社区风貌 没任15年的资深里长蔡清德 号召了不少礼民 DIY把垃圾变成美丽的装饰品 餐厅用过大量的饮料盒也送来这里 清洗剪裁拼贴过后